十分钟没有 我就把这个面包吃完了 吃完了是干到三场 没有我就把这个 他正准备买东西的时候 我跟他说 我说我好像又饿了 我都感觉不好意思 他说你怎么饿得这么快 他说也可以啊 饿得这么快 真的饿得有点夸张的 家人们刚刚出门又吃了五分钟吃 吃了一个毛毛虫面包 这么长一条的 然后就走了 在店里面人家他东西都还没买 挂完了之后 我又饿了 饿得我真的感觉我的胃都是空的 我整个人被掏空的感觉 然后我就去买了一根烤肠来吃 我就去买了一根烤肠来吃 烤肠三四分钟我就吃完了 因为加了辣椒很香 因为我喜欢吃烤肠 大家都知道 不要笑我啊 真的 这样的 然后烤肠 两三分钟左右我就吃完了 结果我们当时是在山场的一楼 坐电梯去二楼的时候 我说我 我说我想吃一个东西 又想吃一个冰糖腐 就很奇怪 有的时候你会突然想吃一样东西 真的太奇怪了 所以大家都在笑我 我说的是真的 哎呀 好多人要接个屏 所以我现在直播这么多人聊天 吃东西好尴尬 待会叶总回来了 这个就是他买的 因为我很容易饿 然后我就喜欢吃这个饼 他买了十箱在车里面 买了十箱 就用十盒在车里面 我不是能吃这样吗 我没办法 是自然反应的啊 认识你你就能吃 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在家乡 我天天烤土豆吃 那个土豆我可以吃个三四个 吉林汉堡吧 那吃了一会儿又饿了 但是我现在怀愿的呀 怀愿的就是随时都很饿 我控制不住呀 我不是假装的饿 是真的很饿 昨天晚上 他在加班 然后我是吃了饭了的 六点半吃的 他加班到十点 他问我饿不饿 他说给我带东西回来 我先说不饿 后来我想了一下 我真的饿得发慌 然后我就说 哎呀我说你还是 他给我打电话来了 喂 怎么了 我在开直播 对啊 我开个免提 你又在问我想不想吃什么 多吃点好呀 现在可不是一个人的 对不对 多吃一点 我刚刚才弄完 好的我在直播呢 好那你等我呦 等你嘛等你我不下直播 因为我今天比较播的很早 然后直播今天人很多 我待会儿给你买点好吃的 回来了 别买了 别买了我 我在吃 我在吃葱油饼 你现在你要少食多餐 你知道吧 就是你可以每天吃几顿 你吃个五顿六顿 七顿都可以 吃个五顿 我刚刚吃饼子别人都在 我开个直播吃饼子 你知道吗 你几年你只知道吃 从认识你 看到你和安安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吃 现在还这么能吃 你现在你吃孕妈妈了 你可不是一个人 你孕妈妈那得多吃一点 对不对 孕妈妈就没有什么 必须只能吃三顿 你孕妈妈你可以 你饿了就吃 就是这样 你好久到吗 我现在吃播间好多人 怎么样 我刚刚才弄完 9点半能到吗 我抓紧速度 我去弄一下 行吧 你去弄吧 没事 不行 我待会给你买点吃的 我如果敢不急 我就去给你多买点好吃的 好的 拜拜 好的 你别想我了 好的 拜拜 那你想我了吗 想 拜拜 你想就抱我一下 哎呀我在直播 哎呀 怎么了 那你 笑死人了 你把免器关了 你抱我一下 笑死人了 脸都红了 你这样 你这样 听我讲 你在镜头外边 你抱我一下 你再去播吧 我的脸都红了 你看 这直播的话是现场直播 是测回不了的 全部都在笑 哎呀 我主要我太久没见到你 我太想你了 好的好的 那你抱我一下 拜拜 算了算了算了 我待会慢慢回来抱 拜拜 拜拜 好拜拜 我 见笑了 家人们 见笑了 好尴尬呀 嗯 嗯 现在直播间好多人呀 几年不要哀求 都是过来人 你们以前 是不是也是和你们的 现在的 嗯 现在的baby 也是这个样子聊天的 哈哈哈哈 好搞笑呀 是不是 你们说实话 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 不要打哈哈哈哈了 骗人是 晚上做做噩梦呦 你是不是以前和你们家的baby 也是这个样子 弹琴素爱的 是的 打个是 我看一下 你看正常 都说正常 尴尬死了啊 真的是尴尬死了 是的 那就对了 不然搞的就像 感觉尴尬死了 这样大家一起尴尬嘛 对不对 我一个人尴尬 那大家一起尴尬挺好的 哈哈 爱是要表达 好 我是一个不怎么爱表达的 但是她很爱表达的一个人 今天怎么点预约 预约我刚刚弹出来了 好像没有是不是 那我再点一下 这个预约 刚刚有阿姨在问 预约是这样的啊 家儿们 我再说一下啊 因为刚刚在和你聊 和他们聊天 没有注意到 不好意思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一年一次 不是要分享一次加繁吗 然后也是 现在也换季了嘛 然后这一次也是 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一线品牌 随心加繁 我们到时候也是给大家分享 新款的四件套 新品 蝴蝎 蝴蝎背 蝉蝎背 这些 因为冬天嘛 我的肚子会变大 冬天 到了 月底 年底 12月1月份的时候 我肚子太大了 那个时候可能去给你们分享不了 这个四件套牙 床上用品 这些 所以就提前给大家分享 然后 就开的这个预约 预约在 左下角 你看一下点的开步啊 点的开步 就是在这儿 左下角点这个预约 到时候直播就会有提醒 然后 那个加繁的话 就比如说 一是正牌啊 大家可以放心 是随心加繁 随心集团 随心加繁 品牌的正品 对 我们直播间四件套 这些一线品牌是夹不了的 很多纯棉的四件套呀 A类的 藏丝背呀 之类的都有 所以的话 我们这一次包括自己 也会买很多 也会买四件套这些嘛 所以就趁着这一次将就给大家 也是分享这个直播 再点这个预约 然后在10月20号 对 在10月20号 左下角 10月20号 嗯 10月20号的9点 早上9点 没有预约呀 那可能是因为 预约 在这儿 你看一下点开这个头像 点开这个头像 如果没有预约的话 点开这个头像之后 这儿有个感叹号 看到没有 这儿有个感叹号 感叹号 后面点个预约 也是可以啊 这儿有个预约 预约了的话 它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到时候直播 你就不会错过 就会有提醒 就是这样的 没有其他别的 嗯 反正如果你要换机 买四件套 刚好就 我们这一次是 直接在随心集团 直接在现场 给大家分享 所以的话 就是可能 比你在门店里面 买到都要便宜 就是门店 就比如说 一千多的被子 在我们直播间 可能就几百 而且你收到 是一模一样的 这儿真正正正的正品 嗯 在微信上吗 是的 现在能不能去看 现在看不了阿姨 因为这个 分享这个家房的话 是要我们坐飞机过去 所以只有那么一天 所以怕很多家人们错过 所以点这个预约 到时候今年 我们就不会再去 因为我后面肚子大了 可能就是不会这么方便 去给大家分享 所以就提前 想买船套 我想买一个厚的被子 因为我们四川很冷 我想买一个厚一点的被子 到时候这个预约就可以了 嗯 在左下角 几年你现在能吃的话 就多吃点 反正现在很能吃吃的 昨天晚上也是吃了二娘操手 才睡的 二娘操 嗯 想买船套 全套在这个 到时候预约就可以了 阿姨们 现在几个月了 就是 现在是四维时间啊 知道吧 对 四维的时间了 你们应该都做过四维场景 是在几个月 你现在是两个人 嗯 很 我现在一个星期 我觉得不正常啊 我看到人家都说 嗯 孕期一个星期 涨个一斤就可以了 我只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一个星期一下子就涨了七斤 我感觉会不会不正常呀 六个月做四维 不是六个月做四维啊 你们那边是六个月做四维啊 不对吧 什么地方六个月做 我们这边都是五个月 五月中就要做呀 五月左右 六个月的话太大了吧 都做不了四维了吧 六 四六二十四 嗯 没有地方是六个月做的吧 酸胞胎才六个月做 你不知道 我不是酸胞胎 不是酸胞胎 家人们是酸胞胎 我给大家说酸胞胎 不是 下一次希望是个酸胞胎啊 要多喝鱼汤呀 哎呀 嗯 他们有的人还说不能吃牛肉 我都不知道 四个月都要做四维 对 有的地方四个月四个多月也做 就是四个多月 做了很多 可以吃呀 牛肉可以吃吧 对不对 嗯 就是很多人说怀孕不能吃牛肉 我感觉这个 都不磕水呀 怎么怀孕不能吃牛肉 对不对 今天有苹果吗 没有阿姨 有的话非常抱歉啊 有的话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的 可以吃牛肉对吧 哇现在直播间好多人啊 我们直播间快度过二十万人了 这样的阿姨嘛 我都有 我都 我现在衣服 我觉得太难了 可能是我还接受不了自己 就是 肚子很突然变大的那种感觉 我以前的裤子我都穿不了了 全部都穿不了了 但是我也感觉我的身体 我的四肢都没有长胖 就 裤子 以前的全部都穿不了了 我的那个扣子扣不上了 然后全部都很勒 勒得就很难受 知道吧 就以前的裤子都穿不了了 然后现在的话 我都不知道穿什么了 只有买男孩子的衣服来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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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孕妇库我买了 就是很大 对很大孕妇库 你妈妈她能接受吗 我家里的人可开心 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能不能接受吗 我突然给他们说我有宝宝了 谢谢 谢谢